我们的孩子 我们住在一起 实在是不能 虚假也装不出来 我们可以 可以到教会 然后在进入 教会的停车场之前 忽然间就变着 非常的所谓的圣洁 我以前这个年轻人 他告诉我 他说你知道 牧师你知道 我们一进了这个车子 一进了停车场 本来是在骂我们的爸爸妈妈 忽然间就是安静 然后打开来 要碰到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上帝爱你 主日平安 然后他说 我最无法接受的 就是那种 一道教会的 父母亲的突变 实在是 其实我自己 也都是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录影机 或者是一个录音机的话 我们的孩子 真的是可以控告我们 说爸爸妈妈是 他的亲近神 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你也讲到这个是我们的 当然我们的亲近神不是只是在奉献而已 而是我们在家里面如何流露出来 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祷告 然后我们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跟孩子们一起在我们的属灵的地位 或者是我们属灵的责任 我们自己有没有尽到 当然这个孩子们 这个是我们就是套用 这个中国很流行的 这个是孩子的眼睛 是血亮的 他们看了是知道 我们到底是不是 我们讲错 我们是在亲近神 或者是我们愿意有追求 可是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是在亲近神